嗨,哈囉,大家好,我是Zillio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這頻道是專門分享金融商業及個人成長 現在時間是2022年的5月24號週二 現在有一個目前市場上在關注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注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就是社群軟體這個地方 現在社群的公司SNAP 這是年輕人最喜歡用的 有點類似像快閃一樣 資訊假設多久沒賭就會不見了 年輕人很喜歡用這個 剛才公司公佈下調它的營業收入還有利潤 一宣布之後它現在盤錢的股票的交易是下跌33% 目前價格剛才看是15以下那附近 14塊多,14.95那附近 那它在去年9月24號的話最高點是83 然後就一路下跌一路下跌到現在 昨天是前幾天是到22 那後來一宣布之後就是說要向下調整營業收入還有利潤 然後就是不會再去招幣買馬再找新人這樣子 所以股價馬上反應跌掉砍掉三分之一 現在已經跌了33%了不到15塊 那被這個所影響的話連那個臉書 臉書是現在名字改名叫META META 也一樣它現在盤錢是跌到大概將近跌8% 負7.7 它現在盤錢價格是181 那它在去年9月1號的時候 7月1號的最高點是384 384 到現在盤錢現在這個價格是181 所以它已經跌掉200塊錢了 跌掉200塊錢了 那剛才的Snap是從83跌到15塊 就是已經跌到跌掉大概八成了 跌到八成了 那社群媒體都預估說今天這樣子下跌下去 整個股票的市值會跌1000億美金 所以代表說目前因為碰到這個什麼 惡物戰爭股市在下滑 所以代表說現在企業在投放廣告的部分已經變得很保守了 所以就是社群媒體它的營收就會一直在向下 但是這個地方我想要再補充一下我個人的一個看法 像詳細數字是還沒有去研究 說我昨天有看到說我在滑手機突然看到說 以那個郵輪還有迪士尼樂園這些相關的 它的新聞都已經在出來 其實它接下來的話我覺得它可能還是會 比如說旅遊方案已經確定了 或者說政府就是對他們COVID-19的檢測要求 比如說降低之類之後的話 可能它確定這個方向之後 它可能廣告就會大力的砸下去 那大力砸下去的話 它除了Google的這個廣告費以外 它應該連這種社群的話 它應該還會再投入廣告 所以其實我覺得以接下來的6789 這個休閒產業來講的話 其實他們這個也是很依賴那個廣告業的 所以其實剛才看一下 Snapp從8030跌到剩下不到15 跌了八成 那臉書跌超過一半 從384跌到181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不會那麼的關 因為主要股市跌的比較多 它就跟著反應 但是今年股市是從一月份開始跌的 但是這個社群軟體是從9月份就開始跌 尤其是臉書從9月初就開始跌 跌幅是領先指標 跌滿多的 而且它現在已經跌了這麼多的話 現在下沙又那麼猛 其實 我是覺得 覺得6789如果假設說 以那個觀光產業來講的話 可能會帶動他們這些營收 但是市場就會反應很快 只要這個CEO 一決定說這個要下調 這個營業收入跟利潤 那股價馬上就會反應很快 可能就是有一點說詞叫加速趕底 加速趕底 那如果假設說 要漲的話 我覺得說還是要提馬漲個5天 漲個5天上去再買 那現在其實有點算是都是在 在接刀子 接刀子 就是說以基本面來看 我覺得還OK 但是以技術來講 現在是屬於接刀子的階段 當然就是要小心 如果假設要買的話 就是等它起碼反彈個幾天 起碼個5天 那在進場也不完 OK 那以上分享給大家 謝謝 大家收看謝謝